请听盗墓笔记之《弥海归巢》 作者南派三叔 由著名表演艺术散仙周建龙演播 第十二集 矿灯不亮 打火机也打不着 我暗骂了一声 立即深吸了几口气 告诉自己冷静 心说怎么要坏都一起坏啊 收起来就想去打我的手表荧光 一收 我却发现打火机很烫 我有点奇怪 心说怎么会这么烫呢 刚才明明连个火星都没有啊 我再次打了一下打火机 然后往我手心里一放 我的手马上就感觉到一股巨烫 立即就缩了回来 我愣了一下 心说打火机是打着的 可是我的眼前还是一片漆黑 一眼光亮都没有啊 打火机的存气狗眼残喘 烧了一下 肯定是迅速熄灭 但问题是我看不到任何的火光 眼前就是黑的 那一瞬 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啊 下意识以为有什么东西蒙着我的眼睛 用手去摸 摸到眼睫毛才发现不是 接着我就纳闻了 心说这台娘的是怎么了 是不是这里的脏气太浓了 我打亮我的手表 贴在眼前去看 还是一片漆黑 而且我逐渐发现 这种黑黑的无比均匀 我还是非常的疑惑 因为我脑海里根本没有任何这个概念 所以几乎是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我用力挥手 想驱散眼前的黑暗 总觉得手一挥 就能把那黑暗拨开 但是没有丝毫的用处 蒙了好久 我才冷静下来 仔细去琢磨 这是怎么回事 外面一片漆黑 什么声音都没有 难道在我睡觉的时候 出了什么事 把所有的光都遮了吗 可这说不通啊 就这么近 我却看不到光 想着想着 我慢慢的反应了过来 心里冒出了一个 让我出冷汗的念头啊 遮住光怎么也不可能啊 这种情形 难道我瞎了吗 我无法相信 我脑子里从来没有过这种概念 这也太突兀了 但是我的内心已经恐惧了起来 那种恐惧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恐惧 甚至远远超出对死亡的恐惧 我开始用力的揉眼睛 下意识地用力去扎 一直到我眼睛疼得睁不开了才停了下来 接着 我立即就想到了攀子 爬过去推他 想推醒他 问问他能不能看到光 推了几下 发现他浑身很烫 显然低烧又发了起来 摇了半天也没醒 我坐起来 心说糟糕了 身呼吸了几口 立即又想起了闷油瓶和胖子 如果我是真的瞎了 那么这是一种暴忙啊 暴忙肯定有原因的 比如说光线灼伤或者中毒 人不可能无缘无辜地瞎掉啊 所以很可能受害的不止我一个人呢 假如他们没有瞎 只有我一个人受害了 那么他们可能就在帐篷外 只是没发出声音 我立即就爬到帐篷边上 听了听外面的动静 轻轻地叫了几声 胖子 胖子 等了一会儿 没有任何人回应 我叫的不算轻了 在这么安静的环境下不可能听不到啊 除非他们俩都睡着了 但是闷油瓶绝对不可能睡着的 我的冷汗下来了 心说他们肯定也出事了 我就坐了回去 想到几个小时前 我们的推测 这一下心就毛了 心说难道这就是三叔他们遭遇的突变吗 在这里扎营 能把人变瞎 脑子乱得如麻一样 根本就没法理解 我们想到了无数种可能性 但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会这样 在这种地方 对于一对正常人来说 这种突如其来的失明 等于全员死亡啊 甚至比死亡更可怕 我浑身发抖 脑子里闪过无数的画面 想到我在雨林中摸索 什么都看不见 又没有盲人对于听觉的适应 死亡只是时间问题啊 而且死亡之前 我恐怕会经历很长一段 极端恐怖的经历啊 但是到底是什么东西 导致我失明的呢 吃的 压缩饼干 我们一路吃过来都没事啊 难道是这座遗迹 我还算站定 这大概是因为 我还是无法接受 我已经瞎了的事实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帐篷外边 挺远的地方 传来了一个奇怪的说话声 当下我打了一个寒颤 立即侧耳去听 就听到 那竟然是我们在雨林里听到的 那种类似于对讲机静电的人声 忽高忽低 说不出的鬼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 犹如蛇一样 站立着的 那个猙獰的人影 不由的 喉咙发紧 这玩意儿怎么阴魂不散呢 发出这种声音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到底是不是阿宁啊 要是我的眼睛能看到 我真想偷偷看一眼 喷娘的 在这种时候 我竟然瞎了 不过这东西即使不是蛇 也必然是和那些蛇一起行动的 显然在这营地的附近 已经出现了那种毒蛇 当即我的脑子 发紧起来 立即想到了 帐篷的帘子 刚才 我有关上帐篷的门吗 我看不见不知道 必须去摸一下 想着 立即去摸索帐篷的门链 我发着痘 刚摸到 忽然从门口挤进一个人来 一下子把我撞倒了 我刚爬起来 立即就被人按住了 嘴巴给人捂住了 我吓得半死了 但是随即就闻到 胖子身上的汗臭味 接着一只东西 按到了我的脸上 我一摸 是防毒面具 我立即不再挣扎了 戴上个面具 就听到胖子压低了声音说 别慌 这武器有毒 你戴上面具 一会儿就能看见 千万别大声说话 这营地四周啊 全是蛇 我听了立即点头 胖子把我松开 我轻声地问 刚才你们跑哪儿去了 哎呀 儿子没娘说来话长啊 你以为摸黑 摸出几个防毒面具容易吗 我骂道 谁叫你不听我的呀 这时候诡异的静电声 又响了一阵 离我们近了很多 胖子立即紧张地 吁了一声 别说话 我立即晋升了 接着我就听到胖子 翻动东西的声音 翻了几下 不知道翻出了什么 一下子塞到我的手里 我一摸发现是把匕首 我心说你要干嘛呀 就听到他似乎 在往帐篷的口摸去 我立即摸过去 抓住他 不让他动 他一下睁开我轻声地说 小哥被咬了 我得马上去救他 你待在这里千万不要动 倒能看见了再说吧 我听了脑子就一炸了 心说不会吧 啊 还没琢磨明白呢 胖子就出去了 我整个人就目在了那里 感到一阵的天旋地乱呢 先经的是 闷牛瓶被咬了 胖子什么也没说清楚 但是那些蛇奇毒无比啊 被咬之后是否能救 我不敢去想啊 然后经的是 闷牛瓶这样的伸手和警觉 竟然也会被咬 那外面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我这里心急如焚 真想立即就出去看看 可是他娘的却什么都看不见 这时候就想到一个不祥的念头 万一胖子也中了招怎么办呢 我一个人在这里带着潘子 实在是太可怕了 那种焦虑无法形容 眼前一片漆黑 不知道到底需要多少时间恢复 外面的情形极度的危险 我摸着手里的匕首 浑身都僵硬的好像死了一样 心说不知道胖子 给我这个东西 是让我自杀呢 还是自卫呀 但是毫无办法 我什么都不能干 只能在原地坐着 一面听着外面的动静 一面缩着身子 一致身上打颤的感觉 就这么听 外面还是什么声音都听不到 绝对想象不到外面 全是蛇 是个什么样子 那静电一般的声音 没有继续靠拢 但是一直时段时句 听距离 最近的地方 在我们营地的边缘 但是他没有再靠近一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完全没有时间的概念了 那段时间脑子是完全空白的 我稍微有点缓和下来 人无法持续地维持一种情绪 紧张到了极限之后 反而身子就软了下来 逐渐地 我的眼前开始迷蒙起来 黑色开始消退了 但不是那种潮水一般的 而是黑色淡了起来 眼前的黑色中 出现了一层迷蒙的灰雾 我松了口气 终于能看到光了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 恢复得快一点 于是不停地眨着眼睛 慢慢地 那层灰色的东西越来越白 而且进度很快 在灰色中 很快又出现了一些轮廓 这可能有点像高度近视 看出来的东西 我转动了一下头 发现眼前的光亮 应该是矿灯没有关闭造成的 我举起来 四处照了一下 果然 眼前的光影有变化 确实是我的眼睛好转了 但是现在的模糊程度 我还是没有办法分辨出 帐篷的出口在什么地方 只能看到一些大概的影子 我听说过毛泽东 在白内障手术复明之后 老泪纵横 现在我能深刻地体会到 这种悲喜交加的感觉 很多东西确实要失去了 才能懂得珍贵呀 就在我打算凭着模糊的视力 去看一下盘子的时候 忽然我看到 在我眼前的黑影中 有一个影子在动 眼前的情形是非常模糊的 甚至轮廓都是无法分辨的 但是我能知道 眼前有一个东西在动 我不是很相信我的视觉 以为是视觉恢复产生的错觉 就没有理会 一点一点朝盘子摸去 很快就摸到了盘子的手 温度正常了 我心里惊讶 竟然自己就退了烧了 也好 现在这个样子 也没法给他打针 去摸水壶 想给他喝几口水 一转身 忽然又看到眼前有什么东西 闪了一下 这一次 因为视力的逐渐好转 我发现在我面前掠过的影子的动作 非常的诡异 不像是错觉 我愣了一下 就把脸转到那个影子的方向 死命去看 就看到一团 模糊如雾气的黑影 看上去 竟然是个有四肢的东西 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心说难道这帐篷里还有其他东西 在我刚才失明的时候 有什么劲来了 胖子 闷油瓶 但是他们不会不说话 我一下捏紧了匕首 那影子又动了 动作非常快 我忍不住轻声的喝了一声 谁 那影子呼的 一瓶 激的 动作更快 我看到他跑到一个地方 不停的在抖动 我的视力逐渐的聚拢 那动作越来越形象 我意识到 他在翻动一只背包 他在找什么东西 而且我闻到了一股 沼泽淤泥的味道 我心里立即挨压了一声 心说这人一定淹抹着淤泥 是谁呢 想着我慢慢移动身子 想靠近过去看看 还没扑呢 那影子又晃动了 急着就粘了起来 迅速移动 我反应不过来 脑子转了一下 就发现他不见了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心说难道这是我的错觉吗 一下想到电视剧中看到的 复明之后 开始的时候 视觉会延迟 难道我刚才看到的是 胖子进来时的情形吗 可几乎就在同时 忽然一亮一亮 伴随着剧烈的气喘声 我就看到一个很大的 重叠影子冲了进来 几乎是摔了进来 听到胖子气急败坏的喘道 关灯 关掉矿灯 我反应不过来 就被他一把抢了过去 灯一下就关了 我的四周光线就一沉了 他立即轻声的说 啪响 安静 不管发生什么 都不要发出任何的声音 我立即就啪去了 可以感觉到 胖子也啪了起来 一开始还能听到 他的喘气声 但是能感觉得到 他在尽量的嗑着 很快的 他的气喘就非常微弱了 我正纳闷 为什么又爬下 忽然听到砰的一声闷响 好像有什么东西 撞到了隔壁的帐篷上 撞得极重 紧接着 又是一下 能听到支架折断的脆裂声 接着就听到一声帐篷垮塌的动静 显然隔壁的帐篷被搞烂了 我脸都清了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我们的帐篷忽然抖了一下 显然被什么东西插了一下 我顿时觉得天灵盖一侧 马上爆头 以为下一击肯定就是这个帐篷了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没有攻击打下来 我这样爆头隔了几分钟 那剧烈的撞击声 出现在比较远的地方 我心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外边是什么东西啊 刚想对胖子说 我们还是跑吧 没一张嘴 就被胖子捂住了 外面几下巨响 又是帐篷垮塌的声音 接着隔了几分钟 又是同样的动静 这样足足持续了半个小时啊 远远近近 我估计足有十几个帐篷被摧毁了 我们趴在那里 每砸一下心就停一下啊 那煎熬简直好比被轰炸的感觉 不知道那炸弹什么时候会掉在我们头上来 一直到安静了非常长的时间之后 我们才逐渐意识到 这波攻击可能结束了 慢慢的 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反应过来 我们都坐了起来 我发现我的眼睛基本上已经恢复了 虽然还有些模糊 但是能看到色彩和人物的轮廓了 后来摸了一下 才发现剩下的模糊 也是因为防毒面具镜片上的雾气擦掉之后就清晰了 我看到了胖子和闷牛瓶 闷牛瓶身上受了伤 捂着半口 胖子浑身都是血斑 两个人浑身是淤泥 狼狈的犹如刚从猪圈里出来 显然昨天晚上经历了一场极度严峻的混乱呢 我们还是不敢说话 等了一会儿胖子偷偷地撩开帘子 一撩开忽然就有光进来 原来是天亮了 接着他小心翼翼地走了出去 我问了问问牛瓶 他白手说没事 也紧随其后探了出去 我也跟着 雾气退得差不多了 晨曦的天光很沉 但是已经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了 我出来卷头一看 整个人就惊呆了 我们四周 整个营地全部都垮了 所有的帐篷都烂了 好像遭遇了一场威力无比的巨大龙卷风似的 弄大了一片地方 只剩下我们一个帐篷 孤零零的屹立在那里 四周什么都没有 没有袭击我们的东西 没有任何的蛇的痕迹 胖子骂了一声 坐到已经基本熄灭的篝火边上 我目瞪口呆 无法做出反应 这个时候 身后一声肢体摔倒的声音 我回头一看 闷牛瓶 晕倒在那地上 我们将它抬回帐篷 我立即检查了它的伤势 让我松一口气的是 它被咬的地方是手腕 有两个血洞 但是伤口不深 显然 它被咬的那一刹那 就把蛇给甩脱了 看着这伤口 心说昨天到底是如何的惊心动魄 我无法想象 胖子对我说 已经第一时间砸了动脉 又吸了毒血出来 还切了个十字口放血 但是毒液肯定有一些已经侵入 这蛇太毒了 就这么咬了一下 手立即就清了 好在小哥动作快 在那一瞬间就捏住了舌头 那蛇没完全咬下去 不然估计小哥也已经报销了 我给闷油瓶 注射了血清 为他按摩了一下太阳穴 他的呼吸舒缓了下来 我捏了他的手 发现整体的浮肿并不厉害 就对胖子说 应该没事 这陆地上的东西再毒 也没海里的东西毒 只是不能让他再动了 攀子还是躺在那 我们把闷油瓶也放好 看着一下躺了两个就头疼了 也亏的是他们 要是我早就死了 这地方他娘子真的 和我们以往去的地方完全不同了 这两个人经验丰富都搞成了这个样子 接着 我问胖子到底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说是不是